玩巨 debug 哈囉大家好 我是火曜3期掌獲的小花數廚 今天又來到anch mesa的第19集 今天要介紹什麼東西呢 建議介紹大家ff 這種透明殼 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比較不一樣的商品 第一個就是因為很多人在問我們家賣的這個Hoda的金石防摔殼 跟市面上賣的這種殼像UAG啊這種殼的差異性 那小光鼠因為最近換了新iPhone 所以我們體驗了一陣子現在才跟大家分享 所以這影片會拍的比較晚 OK 那金石的話Hoda的部分啊 它跟一般手機殼不一樣 金石的材質這種都是TPU 那TPU的話Hoda的部分有做抗黃 所以你們在使用上像它透明款的部分 透明款的部分它是比較不容易黃的 那它的持久性也會比較高 不過小光鼠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只要透明的殼一定會變黃 因為這種TPU材質的特性就是 使用酒它會吸手汗會吸髒東西會氧化 所以它一定會黃化 或是放酒它會有點霧化那種感覺 就是氧化掉 上面的塗料層氧化掉 所以這一點小光鼠一定要跟大家講 不是說這商品有問題 是這個商品的特性本來就是這樣子 Hoda的這種金石防摔殼 跟UAG的這一款比起來好了 UAG這種一般款的透明款 最大最大差異啊 主要是 這都是TPU 主要是後面這一款 像市面上你看到的像UAG 或是像我們公司有在賣的這個 OVERDEG 跟SGP韓國的 跟Mouse 英國的這個 它的背板全都是用壓克力下去做 所以說你們在使用上時間 久了它一定會有刮傷的問題 那這四款裡面 像這四款裡面 像Mouse的這一款又不一樣 Mouse這一款它有做一個特別的塗料 就是你只要一細微的抗花 它會自然修復 等於說它會變得比較不見 不過你如果是用刀片或刀子 割很深的那一種 它還是會存在 大家有清楚說這商品的材質的部分差異性是什麼 那金石啊 它主要是這款 它是用二次鋼花的玻璃 所以它在使用上第一很耐 第二它比較不會沾指紋 第三因為它的透光度 跟一般的這種壓克力 比會高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們在使用上 你會發現 欸我一樣是有個蘋果logo 或是我有包膜 或是有貼一些 比較特殊的磨料的話 它的透光度會比這種壓克力高 非常非常多 再來是抗刮 因為玻璃的抗刮度啊 跟壓克力抗刮度 絕對不一樣 壓克力抗刮度大概只有3跟4 那玻璃的這個抗刮度 基本上就是9G 鉛筆硬度 那它只有做24鋼花 基本上已經比9H再高了 然後另外有消費者問我說 小鼠那 這樣有玻璃殼 會不會比較容易破 或容易換 或是它比較不耐甩 那這點我們要跟你 跟大家講一下 金石跟 一般防摔殼一樣 它們全部都是有做 軍規認證 這些商品 全部都是有軍規認證 這些 OK 那商品的差異性在於 除了我們來講這個玻璃 再來就是它為什麼 比較不容易破的原因 是因為 像HOTA的金石防摔殼 中間跟你的背板 手機原本的背板 它是有做一個緩衝 所以你如果有實際拿回來這樣捏 你會發現它是有中空的感覺 那中空的感覺跟壓克力比 的話壓克力是直接撞緊 所以 像這種中空的感覺 它是會把這個壓力給分散掉 所以你不小心撞到什麼地方 玻璃會先破 玻璃第一階段先緩衝掉你的衝擊力 第二階段是裡面的空氣層 又會再緩掉衝擊力 所以 基本上要上到裡面的機率真的非常低 除非你真的是可能 放在那邊讓車子黏過好幾次才有可能 因為 小公主在之前的介紹有試過 我們拿斧頭去劈它 劈了大概五六次以上 它才會真的拿很尖銳的東西從中間敲 它才會破掉 那 你們如果在選擇上啊 真的不知道怎麼選 小公主給大家幾個建議 第一個 如果你希望防衛等級要很高 那你又不在乎手機太厚重 你可以選擇像UAG這一款 全透款 它有透明跟透黑兩種 對 那如果你擔心黃 擔心黃 那你又覺得說黃很醜 那你又不想再花錢再多買一次 那你可以考慮像OVERTEACH他們整個系列 他們這系列在一年內只要商品有黃化 都可以寄回來 我們幫你轉送原廠去換一個新的回來 一年內可以換一次 那如果再來就是像這種 基本款的SGP 他們的東西啊 是以價格為導向 就是比較便宜 那 你如果在使用上 你說黃化跟刮傷抗刮程度 跟以上之類去比的話 它絕對是最低的 不過 還是很多會選擇他們家的東西 因為他們家的東西 第一比較 素面 那也比較一般人在使用 那最後一個就是 帽子這一款 帽子這一款的話 它跟上面幾款的不一樣是 它防摔等級跟UAG是一樣的 不過它做的比UAG小很多 你看兩個一樣是11系列的 你看那個大小差很多 好 再來就是 防摔殼有一個壞處是 它太厚重 好 那所以你們在兩邊打字的部分 常常會卡住 那帽子的部分 它這個有做削邊 這兩邊是比較低的 中間兩邊比較低 所以你們在打字的部分 會覺得比較順手 再來就是它這個後面這個 自然修復的特殊塗料 對 如果你沒有喜歡的話 也可以考慮這個 它這個都是軍規 那綠色這個之前在裡面有提過 這個叫做空氣氣泡膠 所以你們摔下去 這個綠色就會把壓力給緩衝掉 OK 那如果想知道帽子的話 我們這支上面這支影片有連結 大家都可以過去看 好 那金屎的部分啊 除了透明款以外 它們有出這種透黑款 那透黑款是針對就是 你真的不喜歡說 用久了會黃化 因為這個 我們剛剛小公鼠有跟你們提示過 黃的問題招完會產生 只是說HOTA的部分有 德國拜爾的TVU塗料 所以它比較特殊 所以它看黃化的時間會更長 那這個部分就不會有 還有幾個就是 高度的問題 手機螢幕有沒有高於正面 小公鼠因為有貼藍寶石 所以是有高於的 後面有沒有高於鏡頭 有的 再來是它在鏡頭框的部分有墊高 四個角的部分也有做墊高 所以你們也不用擔心說放下去 像小公鼠是12 Pro Max 12 Pro Max的時候 鏡頭就比較凸 那這個都做墊高 所以就不會有這種狀況 OK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透明產品到這邊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小公鼠叔 小公鼠會盡量回答大家 好 那記得幫我們訂閱 留言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大家 這個是我們的餅 我們只會休息一下 我們會不會收到 他我們也請到 我們會不會辨禮拜 我們先走